逢年过节是何家团圆的日子,现在有人宁可自己看手机,也不愿意和父母多说几句话。 有人问,什么地方最体现孝顺? 答约,朋友圈,这是现代人的自嘲,也是真实写照。 晚辈时常在朋友圈中给老人点个赞,过年过节过生日给老人发句问候,快递点礼物, 偶尔陪父母出去吃饭,旅游,也要在朋友圈中晒一下,而真正陪伴老人的时间却很少。 大家好,我是陈希,欢迎来到陈希小屋,我会每周在这里,和大家分享我的所知所想。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并且转发,传递正能量。 古人说,万恶银为首,百善孝为先。 如果您的父母健在,过年的时候,您是否会回家陪伴父母呢? 古代非常重视孝德,因为孝是为人之本,对父母的孝顺是为人的基本品德。 孔子说,夫孝,始于世亲,忠于世君,忠于立身。 天仙陪中的牛郎之女被现代人描述成浪漫的爱情故事,其实它是一个关于孝的故事。 董勇是汉朝时青州千城人,幼年丧母,与父亲相依为命。 他经常帮人做工谋生。 农活忙时,他就把体弱多病的父亲抬上一个窄小的多轮车,车上还放了水杯饭盒,然后把车推到田头树荫下,这样他以便耕种,以便召喊车里的父亲。 父亲故去,董勇屋前安葬,于是就把自己卖了,想换点丧葬钱。 买他为奴的主人,看到董勇憨始终笑意,就送给了他一万块钱,并没想让他偿还。 董勇的孝顺在当时很出名,在山东家乡武师伺候墙上有一幅东汉时期的画像,描述的就是董勇路车在赴。 历经千年,这幅时尚的画像已经模糊不清,但还能看出大意。 明朝求英会二十四孝,其中之一就是董勇卖身葬妇,目前这幅画珍藏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。 可见,董勇亲人及孝行真实存在。 为父亲守孝三年后,董勇就去找主人,想为他干活,偿还那一万块钱。 途中遇到一位美丽贤淑的女子,此女子非要与董勇成亲。 董勇便带妻子一同赶往主人家,主人说,你妻子要能给我纺织一千匹戏卷,就抵偿了我给你的钱,你们夫妻就可以回家了。 女子白天不做活,晚上旁人都休息才开始纺线。 但见她飞坐穿枝,双惊双尾,转眼就织成文理图案都非常漂亮的上号丝卷,且熠熠生辉。 主人和董勇都大为惊奇,董勇笑而有得,赶天动地,才有神助的果报。 秉神之下凡,仙女助董勇还债,不为世间常理,夜间暗战神通。 而且缘分一尽,因缘极了。 不动烦心的仙女,白日飞升而去,此乃人神共处的千古佳话。 而中共却根据政治需要新编天仙佩,将原本奉旨下凡的仙女说成私自下凡, 主动焚弃并赠送董勇尹两的复原外成了百般刁难的恶霸。 面目全非的天仙佩,被加入阶级仇恨,无神论的因素, 却作为艺术影片大家推广和宣传,误导了几代人。 古代二十四孝的故事,相传由元朝一位文官编辑收集, 内容是从姚舜至宋朝口语相传和野史记载的孝道故事。 因每篇故事都朗朗上口,自明清以来就成为私书里的课外读物, 一方面让同盟多识字,另一方面也是让孩子们从小懂得孝道。 例如,其中一则是北宋诗人黄庭坚嫡亲逆气,身遂贵贤,奉母进城。 每期,亲自为母嫡逆气,未尝一刻不公自治。 据传,黄庭坚从小就是出名的大孝子, 幼时就为母亲喜嫡逆气,后来做了大官, 还是坚持自己亲手洗刷。 其笑形美德,感化一方。 另一则名叫陆鲁凤青的,讲的是春秋时期的坛子, 天性非常孝顺,父母年老,双目失明。 听人说喝陆鲁会好,坛子就借了一件陆皮的衣服, 乔装成一只鹿,跑到深山里,混进鹿群中取陆鲁。 猎人看到动也不动的鹿,抽出键响射, 坛子慌忙地起身来,掀掉鹿皮, 并大声地把详细的情形告诉猎人, 才免掉了被射杀的危险。 猎人非常感动,就把陆鲁送给他。 谭子将陆鲁取回家中,双亲呵后眼睛复明。 后来,谭子做了谭国的国君, 所治理的谭国虽是区区小国,却颇有名气。 谭子治国讲道德,诗人意,百姓心悦诚服, 使谭的文化发达,民风醇厚, 一些典章制度都被保持了下来, 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。 吉弗肖在之道, 《义书》中也记载了许多孝德故事。 例如,催眠天性至孝, 母亲双眼失明, 她就到处求医。 求医无效, 于是她就守在母亲身边, 侍奉母亲三十年, 非常的恭敬孝心, 连晚上都不把帽子和外衣脱下来, 以便随时起身侍奉。 每当遇到了佳节或是美景良辰, 她一定扶着母亲外出交友或走亲访友, 和人们有说有笑, 使母亲忘掉失明的痛苦。 中共搞各种政治运动, 文革, 迫似旧, 迫害法轮功, 将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打倒, 颠覆, 以便不停地灌输着假, 恶, 斗, 让人善恶颠倒。 青少年在溺爱中长大, 只知索取, 不知回报, 叛逆, 冷漠, 自大, 更有五毛们无知地将孝顺批为于中, 封建糟粕, 很多从未见过真正传统文化的年轻人, 然而之后方知父母之恩, 所幸孝德并没有消失, 反而在恢复着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, 新的一年中, 您也愿意通过自己的孝顺, 给家庭和亲人们带来笑容和欣慰吗? 今天就讲到这儿, 我会每周在这里, 持续分享我对这个世界的所知所想, 晨曦小屋, 让人生充满阳光和智慧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 欢迎点击关注, 我们下期再见。